墨规和创先猜拳猜了40次 两个人每次出拳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请问墨规赢拳的几率为何 请问两人平手的几率又为何呢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墨规赢拳的几率 墨规如果要出剪刀 他要赢 创先就要出布 所以是这一个 那如果墨规出的是石头 他要赢的话 创先就要出剪刀 所以是这一组 那如果出布的话 就要赢石头 所以是这一组 所以墨规要赢的几率呢 40次里面 他只赢了两次八次三次 所以他赢了40分之13次 大约呢 就是百分之32.5 好,来第二小题 两个人平手的几率 平手 那就是剪刀对剪刀 石头对石头 布对布 好,所以呢就是40次里面的 2加9加3 是14次 好,除一除之后呢 他就大约是35% 他就大约是35% 肯定的几率 好, travail 好,终于 列表 适量 4次 团队 3次 团队 1次